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调整眼镜的大小 首先,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眼镜太松或太紧 可以试着调整静腿的长度 在静腿中央部分有一个小螺丝 用一把小螺丝刀将其旋松后 就可以轻松拉伸或收缩静腿的长度了 其次,如果你的近况过大或过小 可以调整鼻拖的位置 许多眼镜鼻拖是可调节的 只需要用手轻轻推动鼻拖 就可以改变近况与脸的距离 还有一些眼镜鼻拖是固定的 但也可以通过更换不同尺寸的鼻拖 来达到合适的大小 最后,如果你的镜片有倾斜现象 可以调整静腿的弯曲度来解决问题 一些静腿末端有塑料套管 可以轻轻拆下来 并将其弯曲以调整镜片的角度 注意要使用适当的工具和力量 不要将静腿弯断了 总之,以上是几种常见的 调整眼睛大小的方法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或调整不当的情况 最好去专业的眼镜店 请工作人员帮忙调整 这样可以确保你的镜片 正确定位并达到最佳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